《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7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868期 今天的节目呢 我给大家起的题目叫做全面放开还是全面放毒 那么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中共国家卫健委说是经过国务院批准准备在明年1月8号 也就是还趁这个十来天了 就准备对全球进行全面开放 任何进出中国海关的都不再受过去的这个防疫的要求 也就是过去一会儿五加三了 一会儿对你七加七了 反正有大量的各种限制 现在呢全面开放 全面解封 那么现在中国明明是大规模的染疫 大规模的阳性 大规模的死亡 在目前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全面放开呢 把外国人放进来 把中国人全部放出去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说究竟是为了全面放开 还是准备向国际上全面放毒啊 因为这现在目前国内的形势是非常严重的 我相信所有的海外的人 你们了解一下国内的亲人的状况 以及身在中国大陆的你们周边的所有同事 邻居 家人 你们的亲朋好友的状况 你们就了解了嘛 我自己家里面国内的家人全军覆没 可以讲 我自己所有的国内的亲友 几乎每一个家庭 现在都是全面的阳性 而且有的阳性还很厉害 我的老岳父老岳母一家 我的大姨子他家一家的三口 包括我年轻的哥哥一家 我年轻的老父母他们一家 全部倒下 尤其是我年轻的老父母 他们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 他们是久居无锡乡下 他们根本就跟外面没有任何接触 他们只是自己家里面一个小菜园子 也就是这么几年来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生活 跟外界基本上毫不接触 但是两个老人呢 这两天也阳性了 三年都没有阳性啊 那个检测盒天天来测啊 过去这个三年期间哪天不把老两口逼出去测啊 车来测去都是阴性啊 为什么这个三年放开以后反而是阳性了呢 我老岳父已经连续两天到医院去挂水 而从医院里面想配点药呢 医生延迟拒绝 就告诉你 现在医院的管控就是根本不会给你一粒药 所有配药的人 只有在医院里面住院留院观察的人 你只有住在医院里面的人 医生才给你配药 送到你的病床前 你只要离开医院 不会给你有一粒药带到医院之外的 所以说 我老岳父他连续两天挂水 他的这个温度呢 现在虽然有所控制 但是仍然呢 是阳性 老任务也是阳性 所以我太太心机如焚啊 已经去到处去找什么UPS啊 就是找这种能够马上就是 all night夜之间能把药寄到中国大陆的 在美国他已经把所有的药都买好了 要寄 但是呢 据说是中国海关是不收这些药 而且会把这些药推回来 现在我们只能是寄寄看了 因为网上我已经看到很多帖子 说是从海外寄回中国大陆的药 最终是被中国海关 除了跟你的家属征收高额的关税之外 很多药还被退回来了 因此来讲 我太太根本没把握这批药 是否能寄回中国大陆 是否能寄到正在患病的 家里面紧急等待用药的 这个我的老岳母老岳父手上 根本就没把握 只是我们就是寄寄看了 也就是你看共产党是什么政策 他们呢 在中国不做任何准备 三年封空不让老百姓买一粒药 所有的药店都是封杀 所有的感冒药发烧药嘛 他们说你们去买了这个药以后 在家偷偷吃了以后 然后把你们这个温度抑制下来以后 就检测不出你是阳性了 所以为了防止你们偷偷吃药 因此呢 所有的药店都不卖 那么三年下来你都不卖 那老百姓手上哪有成药呢 而现在放开 一下子放开以后 老百姓手上也没有药 药店也没有准备药 药厂也没有生产药 在根本中国 全中国上下方方面面 无论是药店 药房还是医院都没有任何药 老百姓根本无法自救的情况下 人家求助海外的亲友 希望海外亲友能够帮忙从海外寄一些进口药来 来帮助解围解困 共产党海关居然拦着 不给把药寄回去啊 你就是让中国老百姓 让他们活活折磨死嘛 所以说这就是共产党的政策 在国内呢 他们是让老百姓呢 就是阴阳尽阳 因死尽死 尽快过风 然后他说他要恢复 也就是共产党在国内采取的 就是逼迫你们羊 不羊都不行 领导干部还要带头羊 而海外呢 海外准备放毒嘛 也就是北京时间12月26号 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 首先是把新冠病毒肺炎啊 把它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 为什么要把肺炎改成感染 也就是让老百姓认为 你们现在再严重的这个死亡 这个白费都跟我们这个新冠疫情无关 我们不叫肺炎嘛 我们现在只是叫一个感染嘛 等于一个大号感冒嘛 第二项就是说 国务院批准从1月8号开始起 解除新冠冠状病毒感染 采取的甲内传染病的预防和封控措施 现在变成移内医管 那么移内医管也就是变成了来华人员 48小时之内 你只要检测一个核酸 而且不需要你到中国驻海外的这些大使馆 领事馆去办理什么健康嘛 你只要入境时候填海关的健康生命卡就行了 而且是马上取消航空公司客户率限制等各项措施 也就是把管控措施全部取消了 乘客乘机只要求你佩戴口罩就行了 同时优先安排复工复产 商务留学探亲 团聚等外籍人士来华的签证便利 一下子就什么 就是放开 就是老外你们都可以来了 中国人马上可以安排到国外旅游了 1月8号就放开啊 今天是12月28号 还有10天啊 也就是明明在中国大陆国内白纸革命以后 到现在一共也就是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中国现在总的感染数按照国家卫健委 它给出的官方统计数字达到2.64亿 那么2.64亿在三个礼拜之内就已经全部扬了 这还要放开旅游 明明在明年二三月份是疫情的最高峰 现在火葬场烧人都来不及 马上就迫不及待地放开 是什么意思 组织中国公民出外旅游 旅游什么啊 这是去旅游吗 这是去放毒啊 我的解释就是什么 习近平又准备顾忌重施 重演一次 三年前武汉病毒在全球扩散病毒的当时所做的这件事情 把三年前武汉病毒出发时候 向全世界扩散病毒的事再做一遍 为什么要再做一遍啊 就是我们染病一定要把你们全世界带到 你们要跟我们一起染病 否则你们都正常了 就我们一个国家里面被你们宣布为疫区 然后你们就排挤我们 把我们自己单独的排挤在世界之外 那习近平这个大国领袖都不得要知道地球怎么转 要给世界指名方向来 最终被世界排挤在外 那习近平怎么受得了啊 他就是要把全世界跟他捆绑在一起 中国有多少阳性 全世界要有多少阳性 中国火葬场每天要烧掉死掉多少人 他就希望全世界的火葬场也都每天要烧掉死掉多少人 这就是习近平的邪恶用心 那很多人讲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要把这个病毒扩散到全世界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只能告诉你讲 这个人没有办法了 这个人潜力气球啊 他那个脑子和他那点智商到哪里去领导一个国家 他领导一个生产队也领导不好啊 因为他没有任何办法应付现在的局面 按照他本来的这个打算嘛 他以为嘛 这奥密克戎膜是一个很简单的感冒 放开就放开哇 他自己因为参加IPAC会议和G20峰会时候 被港首李家超感染上 他自己感觉到没什么大事 所以呢 他就接受了这些专家们的忽悠 认为呢 阴阳尽阳 因死尽死 快速过风 重开经济 所以他抱着这种想法呢 他觉得呢 我们就可以呢 试一试全面放开 而且共产党人一贯是相信他们自己是有钢铁意志的 他们始终认为人定胜天 也就是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嘛 这是习近平和所有共产党这些专家和共产党这些高级官员 他们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 说是他们要人定胜天 所以说习近平就被他的什么专家团队啊 每天派得晕晕乎乎的 在什么钟南山啊 无尊友啊 梁万年啊 这些狗屁专家的忽悠下 他一直认为什么 既然三年动态清零阳性没有成功 而奥米克戎又是这么弱 欧美都已经全面放开 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开全民免疫啊 也就是我们放开以后能阳敬阳能死尽死快速过风重开经济 所以说习近平一下子就是180度大转弯 过去是三年动态清零要清阳 现在变成什么 现在马上迅速要清阴 三年动态清零消灭阳性没有成功 但是清除阴性总部呢也不成功嘛 所以说干脆来个阴阳敬阳快速过风 因此打算用三个月时间让全民接养 所有的人员能阳敬阳 让每一个公民自身产生免疫力 至于你没产生免疫力 你死掉死掉就死掉吧 哪有一个大灾大疫面前不死人的呢 再说话讲回来了 人定生天嘛 咱天朝就是伟大嘛 我们用三个月时间来完成西方三年才达到的后疫情效果 所以说习近平始终是沾沾自喜 他们信服的是马列邪教 认为共产党员有钢铁般的意志 认为共产党一定是能够人定胜天 他们总认为 你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们就完成了西方三百年才走过的现代化道路 咱继续第二不就是在三十年就实现了吗 所以说既然我们可以用三十年完成西方三百年走过的道路 我们也可以用三个月完成西方三年走过的这个后疫情道路 所以说就全面放开 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 因此就全面放开了 再说放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们不是闹白痴革命吗 你们白痴革命一闹 各地的封疆大力通通到北京来诉苦 习近平刚刚也被港手李家超传染过 他觉得也没什么大事了 干脆就放开 而且放开以后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就赖到白痴革命头上啊 都是你们闹的啊 不可能习近平能承认这三年清零他是错的嘛 既然是你们白痴革命认为三年清零 你们已经扛不住了一定要放开 那郑就同意你们放开 但是放开最终是没有达到效果 造成了大面积的阳性大面积的死亡 那么这种后果和这种责任 显然可以赖到白痴革命头上 都是你们的错 所以说习近平莫名其妙就开始大规模放开了 老百姓一下子就不知所措啊 因为三年大役谁也没曾想过 最终发展会是嘛 全民接洋的方式来居中啊 曾经14亿老百姓日夜叛到全国人清零 结果不是阳性清零 是阴性清零 现在要全面接洋啊 人民日报首先就发表社论的 人民日报的社论就号召能洋接洋 党员干部要带头洋 能早洋不晚洋 习近平自己他想快速过风啊 只不过这个风根本没有快速的过 意想不到的这个病毒变异了 也就是目前产生的这个毒株啊 要么是习近平安排人特意放出来的 要么确实是新的这个毒株的变异 而这种变异的毒株可以讲毒性之大 是致鼻肺部的 大量的白肺导致的呼吸道的衰竭 产生了大量的死亡嘛 这也就是现在全国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的原因嘛 但是不管发生了什么 不管中共知道的这个人祸导致了多少人死亡 在中共看来死个两三百万人算什么呢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毛泽东吼吼吼给他饿死就饿死了几千万人 这个国家乱过吗 现在天天殡仪馆连夜都是排队的人 你看过有几个敢发火的吗 烧了就烧了死了就死了啊 也就是这个病毒很可能是变异 这种变异呢还是我们往好里面猜 如果你说这个不是变异 根本不可能是变异的话 那这种变异如果解释不了 那只能是习近平故意放毒了 也就是党国故意从武汉病毒源里面 拿出当初的武汉的那个毒株 故意散播到世界上啊 也就是说习近平是绝对不能接受白痴革命一闹 他就让步了 就否定他三年清零的伟大决策了 要证明他没有错 那就肯定是你们错 既然你们要放开 正就同意放开 放开死了人拿你们的人头来谢罪 因为什么是你们闹着要放开的啊 我认为三年动态清零是要坚决坚持到底的 你们一闹那就放开吧 那么放开如果是一切正常了 那反而习近平他这个三年清零就是错误的了啊 就是要让放开以后造成大规模的阳性 大规模的死亡 一旦死了以后那就证明他的三年清零是正确的 那如何导致你们死亡 那放毒啊 也就是习近平的武汉病毒所研究那么多的毒株是干什么的 当年武汉的这个病毒是怎么扩散到世界上的 三年前能这么干三年以后为什么不能这么去干啊 放毒多么简单 中共这些生化武器部队不知道演练过多少次了 在那些人员密集的场所通过呼吸道去传染是非常快的 而且尤其是这个自来水嘛 北京自来水已经检测为阳性 你认为其他城市的自来水检测就不是阳性吗 每一个城市的水源里面只要放一点点这个毒株感染 立马就会传到千家万户 你们不出门就感染上了 谁也能够说他不接触自来水呢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卫健委要把新冠病毒肺炎 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一样去掉肺炎两个字 那么这个故意去掉肺炎两个字就是此地无印三百两嘛 也就是他们放出毒株让你们不要跟肺炎去联想 不是我们要让你们得肺炎的 因为我们这个新冠就不是肺炎只是一个新冠感染 所以说释放毒株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 水源里面大量的阳性这就是证据 当然我这样讲是不是党国拿出当初武汉病毒的原始毒株 安排人刻意的去散毒 刻意的通过呼吸道在人员密集地方进行传播 或者是往水源里面投毒 我当然没有证据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象来分析本质啊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哪一种病毒 在社会上面可以导致百发百中的命中率的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嘛 就是网络上报道这个知名电影演员赵丹 赵丹就是演那个甲午战争林泽许的 那么年纪小的不知道 年龄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 可能都看过这部甲午战争的片子 也就是当时的男主角林泽许就是赵丹演的 赵丹的女儿叫赵青是一个舞蹈家 我在前几期节目里面已经介绍过 她是彭丽媛的领路人 也就是她作为一个舞蹈艺术家 她在北京这个舞蹈圈文艺圈 艺术圈里面的地位很高的 她也是带领彭丽媛一步一步从山东 从鲁西南的这么一个小山村 最终把她带到北京带到大城市的 彭丽媛有了成就以后才有机会 最终是别人介绍认识了习近平 今天才当上了第一夫人的嘛 那么这个赵青的死我觉得就很蹊跷 也就是根据赵青她儿子发的这个朋友圈 说是赵青先是扬了 扬了以后呢很快就恢复了 她家里面是有吸氧机的 每天保证两小时就肯定吸制氧 而且是在羊肋以后呢很快转阴以后恢复了呢 连续三天生活都很正常 饮食都很正常 也就是个人的情绪啊 她个人的这个饮食啊 以及她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指标检测 都非常正常 结果第四天突然晕卷 五分钟之后手脚冰凉就走了 这是什么病毒呢? 三年封供期之内也很少看到这样的报道啊 就是一个人好好的突然在五分钟之内就毒发二亡 这是什么毒啊? 她一定给武大郎下的那个毒 恐怕才有那么好的一个功效吧 也就是突然毒发二亡 那么这不是病毒是什么呢? 这种毒为什么毒性那么大呢? 所以大家回顾一下 因为在中国大陆生活的 或者我们虽然在海外 但是我们的家里面都有大量的亲人生活在国内 大家体会一下封城三年 你们本身在封城期间个人的身体状况 也就是三年中 哪怕那些被检测所谓是阳性的人 也很少发生什么感冒啊发烧啊 嗓子疼啊 剧烈的咳嗽啊 全身疼啊 四肢无力啊 恶心呕吐啊 高烧不止啊 在整个三年中 尤其那些所谓无症状感染的人 他根本就没有这些症状 但是现在你看看谁还敢讲无症状 现在所有的阳性都是有反应的 只要你这个人被检测阳性的 你一定有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 也就是感冒发烧嗓子疼 剧烈的疼痛 咳嗽全身疼 恶心呕吐 高烧不止 一定都有这种现象 那么这些症状他们是怎么来的 你就要分析分析的原因 因为有的人是一直待在家里面 从来没出过门 为什么这些人被感染上 谁传染他们的 他从来没出过门 根本就没有接触别人 尤其是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家里面亲友的这两位老人 他们自己住在乡下 根本跟别人家里面都不来往 他们这个每家之间都隔得有相当的距离 除了这个三年封空期间 不断有人来催他们去做核酸 全面放开以后 就没有人来找他们做核酸了 至少是最近这几个礼拜 没有任何人接触过他们 他们怎么突然就痒了呢 那么以前做了三年检测都是阴性 他们怎么就痒了呢 这是指什么 这是指一部分根本没有跟外界接触的 始终待在家里面的 还有一部分偏远山区的 偏远的农村 那些根本跟外面都是与世隔绝的 这种小村当里面根本没有人员流动 他们怎么也是迅速的大面积的 几乎是家家都养了呢 那么北京自来水杯检测出阳性 这是谁都不否认的吧 大量的受费名人专家教授 包括党国高官都纷纷死去 至少这些人是不缺医疗资源的 很多省部级高官都享受特供的 为什么国家有那么好的资源 都救不下这些高官这些名人呢 显然这个独性它来的这个凶猫 是现代医疗资源根本无法挽救的 如果能挽救 你觉得这么多高官这么多名人 他们的资源还不足一切把他们自己的命保住吗 为什么他们保不住啊 因为什么战胜不了这个病毒啊 这个病毒来的太凶猛了啊 奥米克戎本来只是上呼吸道感染 不会侵入肺部的 所以养了呢也不可怕的 但是目前所发生的绝不简简单单是奥米克戎 要么是奥米克戎的变异 要么是党国故意投毒只有这两种 而这两种无论是那种毒 已经形成了恶性的毒 它进入人的肺部造成白肺才产生什么 才产生致命的死亡嘛 所以说现在再好的医疗条件下 你也扛不过这个病毒 更何况绝大部分死亡的人都是老年人 老年人本身就有基础病高血压 糖尿病啊 脑梗啊 中风啊 帕金森是综合症啊 如果再给他们加上有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恐怕也不算是过分 所以说本身这些老年人本身就有基础病 遇上病毒攻击他们的肺部 有几个人最终上呼吸机 能够从呼吸机上面下的来 而普通老百姓老百姓 你说几种话 这些医疗资源力老百姓轮不上的 老百姓连上呼吸机的机会都没有啊 即使是你本人是非常有专业经验的专家 也未必能逃过一劫啊 这个双黄年的这个院士不就是死掉了吗 五十几岁 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 说上海的医疗专家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人际医院的 卫肠外科的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叫赵刚的 他昨天也死掉了 他只有48岁啊 也就是这些人不是医学院士 就是医疗专家博导教授 他们都很年轻只有四十几岁五十来岁 为什么他们本人都死的那么快呢 也就是他们应该有足够的这个专业经验 也有足够的医疗抢救条件 为什么他们个个都扛不过这个毒素呢 说明这个毒是一般的医疗专业人员根本不掌握的 要么就是变异 要么就是党国故意偷毒 那么这种毒投下来 显然嘛 它是一定要你的命的 跟你本人是不是专家是不是医生 没有任何关系 你那些天天给共产党抬交着吹喇叭这些专家 反而死的更快 所以说现在这个国内大规模的这个死亡 大规模的来不及烧 习近平是无助的 控制不住嘛 那只能是把这个病毒向全世界散播了 哇 什么快速过风啊 现在往哪里快速过风 对于国内老百姓来讲 就叫自生自灭 活下来的 活下来你仍然要感谢党 至于死掉的呢 死掉的就叫种作鬼也幸福 共产党就是这个理论 年轻人 年轻人如果你活下来的 你一生的荷尔蒙 你没地方去 你现在没地方就业 你大学毕业 你就是实验 就上山下乡 对于习近平来讲 上山下乡 他自己是最有体会的 他当年下乡的时候只有二十来岁 也就是从一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去看电影 他曾经有过那个追求女知青小红的那一幕 他始终记忆忧心啊 所以前几天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面 他不是号召所有大学生下乡了吗 农民工返乡啊 你以为喊这些大学生喊农民工返乡 是去追查习近平年轻时候的青春梦啊 上山下乡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讲恶劣的自然环境 当作一个散烂 把控制农民的制度 比方说像户口这一类 当作铁链和枷锁 把村里面的党支书和民兵当作狱卒 建立一个超大型的田野监狱 把那些对中共政权有可能潜在威胁的群体 比方说大学生群体啊 农民工群体啊 就把你们赶到乡下去 关入这个田野大监狱 以防你们在绝望中在城市里面造反 所以说上山下乡的核心实际上是保中共的政治 你以为乡下还有风华学院啊 而现在对全球开放嘛 对全球开放就是把这个毒散播到全世界去嘛 把全世界就影响上 然后全世界跟中国都一样 这样来讲的话 就是要有疫情我们都有疫情 要没有疫情要解决 大家就都解决了 中国如果有疫情 绝不可能说你们国家就放开 把中国排挤在外 也就是中国不解决好 全世界就解决不好 你们全世界都要被中国拖累 共产党不就是这样吗 现在对全球开放就是向全球放国 你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习近平他根本就没有治国安邦的能力 这三年来他除了蛮风死空之外 就没有做过一件有价值的事嘛 从疫苗开发也好 药物研发也好 到放开后的社会衔接管理 到药物准备医院改造 太平间火化长的配套 可以讲几乎全部是停滞不前的 但是呢大把的银子花费在什么 花费在河山检测亭啊 小区封空的围挡啊 大规模的方舱建设了 这些花了无数的钱 从长远上来看 他建的这些核酸亭方舱 以及这个小区的围挡 是不可能给老百姓给未来的生活 带来任何帮助的 只是大把的花银子嘛 所以说你从来没见过那么弱智的 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城 我们看过98年发大水的 也看过2003年非典当时的 这个多么残酷的局面 也见过08年汶川地震 看过723这个高铁出轨 在物质条件 信息化大数据条件 都远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 没有哪一届领导做的不比习近平好 习近平基本上是抓什么什么烂位 他现在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 正要亲自抓经济了 他这个话音一落 所有的大盘往下摘啊 所有的爱股往下跌啊 我告诉你讲 爱股要不了几天 就跟他自己亲自开发的北京证交所一样 爱股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 所以说习近平抓什么就烂什么 他的烂尾已经无计其数 现在就成什么 就成习近平完成最后一件事 把共产党烂尾掉 也就是共产党在习近平手上 能够加速的灭亡 这是习近平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希望他这件事快一点加速 快点把它灭掉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